八章菲利普亲王的旧照 亦是多么贴切现实生活中的女王夫妇 现在来一组菲利普亲王年轻时的旧照 告诉你 她年轻时为何是万人迷 菲利普亲王从皇家海军的职业生涯 到妻子伊丽莎白二世身边的生活 她确实过着充实的生活 如今的菲利普亲王已经是白发苍苍 但亦是一贯的英俊纠雅 但是她年轻时的样子是真正的大帅 在纪录片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雄伟生活中 她揭示了伊丽莎白二世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已经把菲利普亲王记在心上 年轻时的菲利普亲王颜值高的离谱 身高超过了1.9米 眼睛是非常罕见的钢蓝色 这无不吸引的女王的目光 菲利普亲王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最终能够获得美人芳心 于1947年11月20日洗劫连礼 公主和王子的爱情故事 无疑是最浪漫的罗曼蒂克 当时菲利普亲王为了能和英国女王结婚 放弃了希腊王位继承权 改姓英国圣公会 改姓名为菲利普蒙巴顿 年轻时的菲利普亲王 真的是很好的向大家诠释了什么叫男人的帅气 他年轻时候拉高了王室的颜值 以他的儿子查二斯王子和孙子菲连王子 还要帅气三分 难怪英国女王会对其一见倾心呢 菲利普亲王是唯一是英国女王为普通人的人 女王非常的珍惜 遇到了就要珍惜 一无反顾 守护爱人 守护家庭 并对自己的职责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不仅对于英国 对联邦国也是 这些责任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部分 他们几十年的婚姻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传奇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